你根本不是我的風格 我們分手吧 小詩 上次是我鬼迷心跳 離開了你 但我發現我錯了 所以 你明明再給我一次機會 讓我重新追求你嗎 我們長 小詩 這次我們就要放開你了 放開你的手 你在幹嘛 不可能 小詩 放開你 小詩 給我走 小詩 給我走 小詩 陳小詩 是你啊 張哥 何群 張哥 你好 好久不見 大衛問七來晚了 我上一次 他以為陳小詩 是阿澤先交的女朋友 你 上一次 你什麼時候變成阿澤的新女友 等待飛雲首映會那天 阿澤是想要帶我來的 等待飛雲首映會 不知道哪個自私的傢伙 把一直自以為所小鴨的小天鵝 丟在試騙會的門口 我看了不忍心 就帶阿澤一起躺 快樂的游了一圈 阿澤那天說帶你出來玩 就是來張哥這題 你想起來 是不是覺得 有一點點對不起我呢 好吧 跟我來賞決鬥 贏了我就原諒你 你怎麼可能贏我 來吧 誰怕誰啊 尊小師 我剩了八顆 你輸了吧 不會吧 我可是從神射手 阿哲特訓班畢業的 敢跟我比 何群 你輸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原諒你 你輸了吧 就跟你說你不會贏的 小事 恭喜你 你贏了 這塊手套是你今天的獎品 謝謝姜哥 何曲 還記得姜哥的老規矩嗎 贏了 有獎品 輸的 許心悅 記得 這裡有以前你許的願 我把他們掛在一起 記得下次找我挑戰 要贏才能輸給他們 回去把瓶子打破 願望才能使見 謝謝 姜哥 我們先走了 拜拜 好 拜拜 記得下次再玩 你以前有許心願 什麼心願 你家真的住海邊 管這麼寬 我的心願 趕快告出你 不告訴我 下次我自己來偷看 應該在上面縫幾個字的 就縫 笨合曲與程小事決鬥 坦敗紀念品 然後再把它框起來 應該還不錯 不理了 你不要再踩著我 我自己來裝生氣 你們兩個都不適合 你根本不是我的風格 我們分手吧 女士友 你可以不要離開我可以嗎 就當我拜託你 這句話好像在哪裡聽過 這不是我的風格 他才是我的風格 你不要再踩著我 不會吧 我要不要怎麼樣 不要 我不知道 不要再跩著我 我真的替我們 不用了 不要再跩著我 你不要再跩著我 我要先跩著我 你不要再跩著我 好 她離開妳是她沒有福氣 妳一定可以找到一個 更適合妳的女孩子 加油 小詩 我之前這樣對妳 竟然還不計前嫌 妳真是一個善良的天使 小詩 上次是我鬼迷心跳 離開了妳 但我發現我錯了 所以 妳願意再給我一次機會 讓我重新追求妳嗎 很抱歉 請妳對我的未婚妻 有妳罵妳 何群 小詩 妳跟我分手的隔一天 妳就變成她的未婚妻 可是我不相信 妳是那種會在一夜之間 變了新的人 之前我看報紙上說 妳跟她的關係是假的 所以我到現在還一直相信 何群 不是妳的未婚夫 對吧 原來妳就是那天 把她甩掉的那個人 什麼 Peter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 本來是 可是 這後來又不是 這真的很難解釋 小詩 不要跟她解釋 我們走 小詩 這次我們就要放開妳了 放開妳的手 妳在幹嘛 不可能 快 快 快 小詩 妳跟我走 快 小詩 妳跟她走 小詩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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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那麼久了 我沒事 妳剛剛沒聽到小詩喊痛嗎 妳幹嘛不放手 如果不是妳放手 小詩會跌倒嗎 而且妳這麼容易放手 是不是也就表示 妳對小詩的感情 也就如此容易的放棄 還是妳以為 妳撞到頭 就可以用苦肉計 來贏得小詩的心 妳小在那裡 以小人之心 讀君子之父 OK 那我們就來個君子之爭 從現在開始 我跟妳就來公平的競爭 追求小詩 何群 我相信我絕對不會輸給妳的 小詩 從明天開始 我會以行動 來證明我對妳的心意的 晚安 什麼 竟然這樣 當初又會變成了嗎 要不是他把妳甩了 妳會遇見我嗎 會 你這話什麼意思 是我幸運 不是的不起 走了 還在想什麼 我會想說 那些人 那些人 不太想說 順便